一天的健康就從蔬食開始 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元氣綜合蔬菜湯 感覺很簡單 可是我們邀請到的是博又老師 好 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老師 感覺很簡單 可是我相信應該不太簡單 其實是很簡單 真的嗎 可是看你的炒法 我們今天炒蔬菜是不放油 可是有時候我們想煮一個 就是比如說類似高湯 或者是一些湯品 感覺如果都只有用蔬菜 好像感覺就是那個味道好像 出不來 對 出不來 好 那我們今天有很多東西 可以讓你加 對 不錯喔 所以老師今天要教我們一個 就是這麼又有味道 然後又營養的一個蔬菜湯 對 來 首先我們先切洋蔥 洋蔥下去熬湯 對 所以我們需要的量不多 不多 因為我們蠻多四五種蔬菜 所以說我們會各放一些進去 對 有時候在家就是真的是煮菜煮湯 就不知道煮到後來就真的不知道 要煮什麼湯了 好 所以這個切這麼大片 對 那我這樣子切起來 對 是 還要切丁狀了 對 這樣切起來就是變成片狀 對 等一下下去炒會比較快 是 對 所以還要炒過 對 還要再炒過 那今天我們是不放油 不放油下去炒 好 那蠻薯 所以真的老師準備好幾種喔 還有南瓜 紅蘿蔔 連馬鈴薯 所以這個蔬菜湯 它不是只有蔬菜 它其實有馬鈴薯 它有澱粉 對 所以它吃了其實會有一點點飽足感 對 難怪老師要把它命名叫做 元氣綜合蔬菜湯 對 尤其是這種 太勞累的 生病的 那都可以用這個湯來喝 對 有時候這樣子喝一個比較清淡 比較清爽的一個湯 其實也會感覺還不錯 對 在家自己煮是最好的 對 而且真的啦 我們有時候喔 其實也很感謝老師 在節目上這樣介紹這些 不一樣的一些食物 因為我們在家裡做菜 其實有時候 像我要做菜之前 我會稍微滑一下手機 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 不一樣的idea 對 然後做出不一樣的食物 不然你每天都做一樣 其實感覺也是有點膩 好 那現在是紅蘿蔔 紅蘿蔔 那紅蘿蔔也是要去皮 所以這樣顏色也是挺豐富的 對 南瓜叫紅蘿蔔 不過假如說我在鄉下 譬如說我回台南 我太太娘家 對 有小農戶 小農戶種了紅蘿蔔 我皮直接用那個 直接用那個 沙布還是什麼布 對 洗一洗刷一刷 我皮就不會削了 而且它那個紅蘿蔔的味道很重 對 在地有時候在 像我們去阿公阿嬤家也是這樣 對 就是如果是 還是有一些現在就是讓我自己種出來的 我覺得有時候其實你的皮把它清乾淨也 就直接連皮一起下去就好 所以這個也是要切丁狀 好 對 釘片狀 好 釘片狀 所以它其實是小片的意思 小片 而且你煮起來比較好煮 比較快熟 而且你看老師說 要增加元氣 所以你要咀嚼也要很好咀嚼 對 所以就不要是塊狀的 其實最好就是你在家裡面吃飯不要太快 咀嚼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對 不要太快 對 對 所以做菜不要急 吃東西當然也是不要急 對 今天我選你的 南瓜是栗子南瓜 那南瓜要不要去皮 南瓜我不去皮 皮也可以吃 皮也可以吃 其實它最營養的地方也在包含皮 在皮上面 對 因為我們是要煮湯嘛 所以就是所有的營養都把它放在這個湯瓶裡面 對 那你南瓜一定要洗乾淨就對了 那老師 你這一道菜會選栗子南瓜 不會選那種一般就是台灣的那個傳統的那種南瓜 其實也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對 因為有時候我也想說老師 他們在選材會不會有不同的一些含義 因為它水分的那個含量不一樣 對 所以南瓜也是切小片狀 對 對 對 然後 鹽皮一起下去 薑 薑 薑米 薑米啊 提升它的味道 不是薑絲或薑片 薑米 薑米 對 哇 所以感覺是很細緻的一道菜耶 我想說蔬菜湯嘛 就是很多蔬菜都把它丟進去而已 是連薑都要把它磨成 磨成泥 因為吃起來 我最主要是薑 你只要那個味道 薑的味道 所以你不要讓它去咬到那個薑絲 對 所以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一樣 就是常看這個節目之後 就慢慢就進化了 就是你在家裡做菜 就是越來越精緻 然後擺盤越來越漂亮 然後東西越做越好吃 你看連薑都把它磨成泥 我好像 你味覺 吃完吃東西是味覺 還有視覺 對 對 我好像沒有認真到 就是薑曾經磨泥這樣下去煮過 下次我也可以來試試看 但是我可能就直接把它切絲放下去了 好 好 那這邊的材料還有那個大麥 那大麥我是 麥片啊 麥片 我選擇計時就可以 泡水就可以 就是泡水就可以 對 那你假如說在買的大麥是比較厚一點的 要煮的 對 要煮的那你就要先泡水 是 這個應該很多人家裡面都會有 就是早餐吃麥片嘛 是 好 那這個的話我先 火先打開一下 也不用熱 不用很熱 好 好我會先把 其實我是不放油的 沒有放油我們把洋蔥 不放油 不放油 洋蔥 紅蘿蔔 南瓜等一下 馬鈴薯也可以進來 是這三個先進去 對 就馬鈴薯 就是那個南瓜等一下就好了 好 先讓它燜一下 就燜著啊 對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還是要看一下 不然很... 要燜多久 很容易就... 差不多兩...先燜兩分鐘 好 先燜兩分鐘 對 很好奇沒有油 然後下去燜會怎樣 好兩分鐘 兩分鐘 好 好 來看看 香味 好 雖然我們是沒有油 那你要稍微注意看 注意聽那個鍋子裡面的 啵啵啵啵的聲音 沒有燒灰搭耶 下面會有一點上色 那水分都跑出來了 對 所以說你在家裡面 在家裡面做的話 你的火可以開小火 開小火 然後加蓋 嗯 下去稍微... 老師是要讓它用燜的意思 燜的 它的味道 一定會燜出 它的食材的那個香味會出來 對 洋蔥啦 紅蘿蔔啦 馬鈴薯 馬鈴薯 好 它水分跑出來了 對 那這時候我們來加水 加水 對 加熱水對不對 加熱水 好 哇 加上去那個香味就出來了 這個 還要多嗎 再多一點點 好 好 這樣就好了 我們做一碗的湯 好 那這樣子繼續讓它煮 那這時候我們加上 我們來裡面的水 裡面我們把那個 這叫... 這是什麼呢 昆布 昆布已經... 這是乾的嘛 乾昆布我先泡水 好啊 這時候加昆布 對 就等於這個時候再調味了 對 好 那那個... 梅子 菸梅 那家裡如果沒有這個 假設化梅可以嗎 也可以 也可以 可是... 應該是味道不一樣 味道不一樣 好 沒關係你就放放看 看有沒有跟老師的味道不一樣 好 那原本要放的是大麥 就是... 麥片 這是計時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不要放進去 很快就熟掉了 泡的嘛 對...這種泡的 就最後再下去 最後再下 好 那我們先讓它滾一下 好 這樣要滾多久呢 加蓋我們滾五分鐘 好 五分鐘 對 那最後我們再來放 好 等一下再回來 好 現在已經有香味出來了 好 那這時候我先打開一下 我看一下那個... 老師是要看它的那個熟度嗎 對... 紅蘿蔔 馬鈴薯 很容易穿刺 馬鈴薯也不能太難 因為我們等一下南瓜要放進來 還是要再煮 是...可以了 對... 好 那這時候我們把南瓜 所以熟成度不一樣 其實時間要不一樣 對... 南瓜放進來 好 現在南瓜放進來 你假如說在菜市場 或是說乾貨店 超市 買到的是那個... 要泡的那個大麥的話 對... 你大麥要先下 因為等於是要煮嘛 對不對 對... 好 那我們再加蓋 讓它煮 也是再煮兩分鐘 再煮兩分鐘就可以了 南瓜比較快熟 而且老師切薄片 好 再等兩分鐘 哇 老師好香喔 好 那接下來 看一下那個熟度 好香喔 南瓜 可以了 很容易就穿透了 對 所以老師沒有讓它煮到很爛很爛 對不對 對... 好香 馬鈴薯 好 可以 那接下來我們放那個... 這個麥片 起司的 就是早餐都會放的這個麥片 對 麥片放進來 老師放麥片是要增加它的飽足感嗎 對 所以這裡面其實 滿滿的有蔬菜還有澱粉 剛剛講馬鈴薯 還有那個南瓜 對 那現在又加了麥片進去 麥片 這很快就熟了 麥片稍微泡 用泡的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調味 可以 所以這個差不多快要... 快要完成 鹽 好 一點鹽 好 那我們來增加它一點點的顏色 醬油啊 對 好特別喔 加一點醬油進去 那老師這一道就不用去調它的甜度 因為蔬菜都是甜的 對 好 那最後我們把薑 其實薑最後放的原因就是 薑一直煮一煮煮它會不見 對 好 就只要我們這樣最後... 最後拌一拌 拌在上面 那昆布也會讓它... 其實是可以一起吃的 對 是... 你要一起吃的話 等一下我們就把它切比較小一點 把它放在湯裡面 或者是說你沒有要吃就把它拿起來 對 好 這個香味真的跟剛剛不一樣 剛剛就是很單純的那個蔬菜的香味 那現在調了一點醬油進去 那個風味又不太一樣 好 真的耶 老師說 這樣就可以了 煮到透耶 我現在看到那個... 那個什麼... 洋蔥它整個都已經變透明狀 所以這樣已經完成了 完成了 好 我們拿到這邊來 好 我們可以盛盤囉 好 我們就來看這樣子的一個湯品 老師要怎麼擺它 想必也是會把它弄得漂漂亮耶 這顏色很漂亮耶 老師配了那個就是... 紅蘿蔔跟馬鈴薯 然後還有一些麥片 然後再加上那個... 栗子南瓜的那個皮是綠色的 對 那個綠色好鮮綠喔 好 接下來是湯 然後這真的是一個... 看了會覺得 因為喔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梅子的關係 感覺有點快要流口水那種感覺 吃到梅子就會有唾液的感覺 是啊 然後又有麥片耶 很少在湯裡面放到麥片 好 增加它的那個喔 我把那個煮過了 好 最後老師還是要把它... 昏布 昏布用上 來 昏布是熟的 是 老師要怎麼切呢 好 我們把它切成... 一樣跟那個切法 是片狀 片狀 對 來 等一下喔 好 擺上來 讓它感覺就更豐富 你看綠色 紅色 白色 再來一個昏布也在上面 真的是營養滿分耶 所以老師說元氣綜合蔬菜湯 好 這樣就好了 來 我們完成囉 上菜囉 這個元氣湯 感覺我真的覺得它是很豐富的 對 帶一點海洋的味道 你看 有那個... 海... 海洋 對 有那個昏布 對 我這個一口起來之後 其實它等於所有的東西都被我咬到 對 而且南瓜最後煮的原因就是 你南瓜跟著洋蔥 紅蘿蔔煮 你撈出來的南瓜是變成軟掉的 老師 這個味道很特別耶 跟我們一般想像的那個酥菜湯 我覺得不太一樣 就是我的口感我可以吃到那個 那個馬鈴薯它居然是有一點Q QQ的 對 然後再來呢 就它看起來 它吃起來我覺得那個口感有點像用蒸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栗子南瓜 它吃到後來那個南瓜的風味才會出來 不過我覺得它這兩個都是有一點咀嚼的 的那個感覺 不過它就是那種鬆鬆的 其實它一咬下去就軟 然後你中間還會去咬到一些 那個洋蔥的那種脆脆的感覺 還有大麥 對 然後最後你吞下去的時候 真的有一點梅子的那個 那個尾韻在那邊 這個湯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其實呢 它吃出來的那個風味 我覺得它的層次是不太一樣 剛開始像老師講有一點海洋那個海味 對 對 然後後來尾韻其實會有一點點那個 淡淡的那個酸梅的香味 對 用的是那個 你可以放台灣的酸梅也可以 可是不要放多 就一顆 放多一顆就好 對 這個真的是耶 就是吃了之後呢 它其實補充營養 然後再來它有一些澱粉 真的是可以讓你就是元氣 補充你的元氣 真的是十足 對 所以老師介紹的這道湯非常好 我覺得跟家裡面 我們常做的湯其實不太一樣 我覺得大家可以動手做做看 非常謝謝伯爺老師 謝謝 蔬食夠健康 我們下次見 拜拜